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 分享在美國的考駕照跟開車 娃娃TV 你知道嗎?其實在美國考開車很簡單 我是聽我媽媽說 在台灣如果你要考駕照的話 她會考你一些什麼 像S型或者是導車路庫什麼之類的 但是在美國呢,她完全不會考你這種 S型、導車路庫的 在美國你要學開車 你就只需要去DMV 應該就是所謂的監理所 去考一個比試 那個比試通過之後呢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開車的經驗 你就可以在路上開車了 你不用去找教練或者是去駕訓班 你只需要找一個21歲有駕照 然後不怕死 不怕死 不怕死 然後坐在你的旁邊 你就可以開始開車了 然後學習駕照我忘了是半年還是一年 反正你就是要在期間內去把駕照考下來 要不然學習駕照過期 你就要重新去考一次比試了 那它考的呢其實也很簡單 它就是考你會遵守交通規則而已 在我們這邊呢你看到stop side的話 你一定要停下來 然後像這樣看左邊看右邊 然後再看前面確定都沒有車 你才可以再繼續往前走 在美國呢它不會考你路邊停車 但是它會考你會開到旁邊去停下來 然後會往後直線到車這樣就好了 它會考你會換車道 但是你換車道的時候呢 你不能只是看後照鏡而已 因為看後照鏡它會有死角 所以你要像這樣子要轉頭看看後面有沒有車 如果沒有車的話才可以過去 再來啊都考完之後呢它會帶你回去DMV嘛 然後呢最後一個就是考那個停車 但是美國的停車超簡單的 一般DMV啊它的那種停車位啊 全部都是斜著的 所以呢很容易就停進去了 但是這邊也有很多超市的停車位是指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美國人都不在 很常停車 就是那些直的都會停很久 停不進去 好那這樣聽我說完呢 你是不是會覺得在美國考驾到很簡單啊 沒錯就是很簡單 其實在美國開車你就只要遵守交通規則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好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開鈴鐺加分享哦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下一個影片 又不是現在蠻的結束 那些誰不在乎 那些電視 inspector 都已經被看出來